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好,請大家打開講義第33面 我們接著看第4,相識濟佛 那麼,我們前面講到試念處 斷除生死業力的相訊 那麼,業力的相訊 在維世學的意思來說 就是說,其實業力本身是不能相訊的 因為第八四本身 他沒有主動相訊的力量 第八四沒有太多活動力量 他沒有太多意見 第八四的業力是受第六意識的掌控 所以你心中有問題 就是說,其實嚴格來說 生死業力 以其說生死業力來干擾你 倒不如說,是你去招惹我生死業力 如果生死業力有主動攻擊的力量 那我們就慘了 沒有一個人可以離開三界 沒有一個人可以待業往生 如果業力能夠主動的攻擊你 就是你過去所造的業 他有主動的攻擊權 那我們沒有一個人可以待業往生 就是說,雖然我們造了很多罪業 但是值得慶幸的是 業力本身沒有主動權 你必須要招惹他 你必須要攀岩他 你必須想要主宰他 他才會對你產生作用 這個地方就是修行人最大的優勢了 就是說 你憑什麼在短短的幾十年 去處理你無量劫來留下的業力 憑的就是 因為業力沒有主動的攻擊權 他沒幫我主動 第八四沒幫我主動攻擊你了 那麼現在問題就是說 你只要控制好你的思想 你就可以控制你的業力了 就是你控制好第六一四 第八四就聽你的 你控制不好第六一四 你就聽第八四的 就這樣子 所以這個問題 待業往生 的問題就不是業力了 那就是正念的問題 那就是隨念往生 就是思想的問題 那麼當然我們現在有個問題就是說 那我的思想 因為以來都是攀岩愛曲 攀岩說婆世界 想要主宰他 這個東西妄想打得很重 沒關係 你現在必須要做一件事情 先讓自己覺悟 你不要急著去改變你的所有的習氣 就是說 你在你的無量無邊的妄想當中 先放一道光明下去 就把你的一念的覺悟放進去 先把這個政見 你就有希望 你先相信佛陀的開始 這是對的 你承認 身心世界是不盡苦無常 你先承認下來 你就有希望 就是說 我過去是看錯了 雖然我知道這個事情 我經常會犯錯 但是你只要堅定下去 你相信佛陀的話是對的 當你的心開始覺悟的時候 它就會慢慢地擴大 它從一點的光明 會變成兩點光明 從兩點光明 會變成四點光明 來自於變成八點光明 所以我們在學活當中 記得 你先勇敢地誇出一步改變 先一種 相信 信仰 然後呢 你從信仰當中慢慢慢慢地 擴充為觀照 而進一步地變成調伏 如果你連佛陀的話都不相信 那你就沒有希望 那你就永遠活著 夜歷刺激妄想 妄想攀岩夜歷 那你這個第六跟第八 就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你這個生死隆尾就沒完沒了了 沒完沒了了 你也不可能大躍往生了 因為你把生死業力培養這麼大 你怎麼大躍往生呢 所以我們在這個羞恥觀的時候 就是說你先承認這件事實 然後呢你慢慢慢慢從這個地方再去擴大 好 我們看第四個 相似即佛 我們先把它唸一遍 是相似即佛 相似即者 內凡加行為也 一暖二頂三忍四 是第一 得色界有漏善根 能入見道 那麼前面的觀恨啊 是站在妄想的角度 去觀照真理 進而去改變妄想 那麼相似呢 他這個就不太一樣 他的內心已經出現光明了 然後他把這個光明啊 慢慢的慢慢的 產生善根 就是這個光明已經在心中已經 有根了 已經站得住腳 我們前面只是 進進退退的 可能今天 現在觀眾為了就是說 今天進步一點 明天又退步一點 今天進步一點 明天又退步一點 到了相似即佛的時候就不一樣了 他的正念有善根了 所以相似呢 就是對於我空的真理啊 有相似的理解 有著相似的聖解 那麼在叛教呢 是內凡家行為 內凡 為什麼叫內呢 心有理內 不像前面是外凡 他的心啊 老是在外境活動 不是在真理中活動 叫外凡 那麼這個內凡的人啊 他經常對於這個 不盡苦無常無我的觀念啊 是經常安住在這個四個真理當中 來觀察他的身心世界 叫心有理內 但是他還是煩 那現實生活 還沒有轉煩成聖 所以身居有肉 但是他已經怎麼樣呢 開始加工用心了 已經開始在成就他的神魅力了 那麼從這個禪定的潛生呢 分成四個階段 我們來講 軟頂忍勢第一 我們做一個解釋 四念處是一種智慧的觀照 軟頂忍勢第一呢 是一種禪定的加持 那麼軟頂忍勢第一呢 我們根據據舍論當中呢 以三十七道餅來配對 先看軟 這個軟的意思啊 就是譬如磚木先的軟項 就是古時候的火啊 是磚木取火 那兩個木頭啊不斷的旋轉啊 那麼這個時候他智慧火還沒有出現 但是他已經有熱項出來了 就是說他對這個我空無常無我的道理啊 他有一種 雖然這個光明還沒有出現 但是有堅定的理解 那麼這個配對四正群 對於惡法慢慢的堅定的斷除 對善法也慢慢的增長 當然他這個惡法所斷的就是 攀岩心啊 主宅的心啊 這種煩惱的活動慢慢的調伏了 那麼對於這種無常苦無我的智慧的觀照 慢慢增長 叫四正群 第一個亂 再看頂 這個頂呢 就是如登山頂 遙望四方 那麼這個頂啊 他對這個真理的觀察是 就像一個人爬到這個山頂啊 看對這個無常無我的道理啊 更加的清楚 更加的圓滿 那麼這個地方是講四足一足 四足一足呢 就是透過疫情新冠呢 他的禪定已經成就了 所以他以禪定的射受呢 再加上這個無常無我的智慧呢 這個時候他對真理的體會更深刻 這頂已經到了頂 再看人 這個人呢就是隨順空離安住不動 他對這個我空的真理啊能夠安住不動了 不是像之前啊 經常要進去出去 進去出去 他經常能夠隨順空性的道理 那麼這個地方配對五根 他對於這個無常無我的道理有性進戀定會 五種善根啊 就像大樹啊 這個善根啊 這個巴風吹來啊 他是足足不動的 他能夠安忍不動 這叫忍 看第四個 四第一 四第一呢就有落法中最為第一了 他在整個三界的生死當中啊 已經最後最後一條邊線了 那麼這個地方的配對是五粒 五根能夠不受煩惱的傷害 五粒呢 是進一步能夠破壞煩惱 斷禍政爭 轉返成聖 這四第一 這個蘭蒂人四第一啊 他配這個三十七道品啊 記者論啊 他講完四第一 這個蘭蒂人四第一四加行以後啊 他提出兩個結論 他說啊這個蘭蒂人四第一啊 就是講一個人進步的過程 他說一個人修行你要進步啊 有兩個法門是關鍵 第一個精進 第二個忍辱 我們解釋一下啊 當我們想要改變我們的思想 從一種攀岩的思想 轉成一種向內安住 極盡的思想 當然第一個建立政界 就是你先看清楚 看清楚什麼是真相 那麼有真相以後啊 你才可以去修觀 那麼修行當中呢 第一個你要能夠 點點滴滴保持進步 就精進 修行最大的忌諱啊 就是說你有時候一修行 你三天不睡覺 然後以後就不修行了 這個是最糟糕的 這沒什麼用 因為你這種暴風雨次的修行 我們沒有看到哪一個暴風雨把石頭給穿破 沒有人看到這樣 我們看到的水滴 的可貴 水滴呢滴水長流者能穿石 只有水滴可以把石頭穿破 我們沒有看到颱風可以把石頭穿破 沒有這回事情 所以 修行就是每天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這叫修行 你怎麼樣呢 今天做 明天做 後天做 就是堅持 我絕不放棄 你就會改變 你這個第一個禁止 第二個就是 忍入安忍不動 修行的過程當中啊 諸位 你要有心理準備 如果你今天是 向外攀岩的 叫做積極之良 那也就罷了 當你勇敢面對你的無死的顛倒妄想的時候 這個問題就非常複雜 因為煩惱會反彈 所以你必須要 安忍不動 你只要稍微有一點問題 你只要守不住啊 可能會讓你幾個月幾年的修行 全功盡棄 所以這個修行啊 他這個 他不是 修行的成敗啊 就在忍入跟進進 這說什麼意思呢 他是馬拉松賽跑 他不是100公尺短跑 很多人一開始就衝得很快啊 到最後的時候 跑道找不到人 我說的是我們很多的同學就是這樣 一開始衝得很厲害 但是10年後這個人跑不到 找不到他了 其實這個就不好 你寧可慢慢跑 你跑個5年10年跑一輩子 最後你成功了 所以他這個地方的整個成就 成敗關鍵就是 當然你建立一個正 你要掌握一個正確的方法 第二個 就是精進跟忍住的操作 你要耐得住寂寞 修行 因為你面對自己的時候 你把攀岩心斷掉的時候 其實就是成敗關鍵 安住孤獨享受寂靜 就這個 我自己體會是這8個字 修行就是這8個字 你要忍得住 而你就在安住孤獨享受寂靜的時候 你的身心 你的內心產生了變化 就產生變化了 當然你的內心變化 就意味著你的生死業力也在變化了 因為第八四跟第六意識是互動的 第八四得不到第六意識的愛取的水的滋潤 它這個種子就慢慢枯萎 就這個意思 好我們看第五的分正即佛 我們先把它練一遍 五分正即佛 分正即者前三果有學未也 初虛陀還果 此云欲留 用八忍八治 頓斷三界賤貨 初欲勝流 明賤到位 二思陀寒果 此云一來 斷欲界六品私貨 於三品在 游潤一生 三阿納寒果 此云不還 斷欲界私貨盡 盡斷上八地私 不復還來欲界 此二名修到位 好 那麼這個地方是正式的 轉盤成聖的 前面呢我們是說 先在妄想中 種下一個光明的種子 然後從 從蘭底忍忍四滴 這個光明 透過你的精進 透過你的忍辱 能夠堅持 安忍不動 慢慢慢慢 總有一天 光明出現了 光明出現了 就進入了這個 分正即佛 這個分正呢 就是分正我空 分斷煩惱 就是斷禍正真 轉盤成聖了 那麼就叫有學位 有學位呢 簡單的說就是 智德大師說 言真窮旺 明知為學 他對真理的 這個觀察 已經慢慢的增長 對於顛倒妄想的消滅 那麼已經有一點成績了 言真窮旺 明知為學 那麼這個地方有三個接會 在藏教裡面的有學位有賞 第一個 虛頭環國 虛頭環 歡成中文叫義流 就是說 他已經正式地溢入聖人法性之流 就是我們本來是凡夫的生死流 現在他這個水流方向改變了 變成住了法性 我空的法性之流 那麼他是怎麼做到呢 用八人八字 頓斷三界的見貨 這個忍跟智 不太一樣 人 是一種三昧的禪定 他是三昧斷貨 明知為忍 這個智 是智官惠正真 他變成一種官惠 那麼在整個修行的操作 就是忍跟智 安住不動 就不斷地觀察 觀察以後又安住不動 就不斷地安住觀察 觀察安住 那麼這個八是怎麼安立的呢 就這個四地法 知苦斷疾 目滅修道 知苦 有一個人一個字 斷疾也一個人一個字 目滅修道 都各一個人一個字 那麼一界的四地 就四個人四個字了 然後呢 上二界 色界 無色界 知苦斷疾 目滅修道 也各有 一個人一個字 所以上二界 就是色界 無色界 也有四個人四個字 就是你作為天人 天人也有天人的果報 天人有天人的煩惱 要面對 所以 你這個 異界有四界 異界的四地 四聖 苦極滅修道 天人 常定的人 有他的苦極滅修道 異界的 苦極滅修道 四人四字 色界無色界 也四個人四個字 加起來 八人八字 那麼這個時候 頓斷三界的賤獲 而入了 易入聖人法性之流 迷賤到尾 這個是我們轉盤成聖的第一個結隊 斷除我界 就是 你正式 放棄 對身心世界的主宰 你真的放棄了 你不再對三界 有所任何的需求 沒有任何的期待 當然這個時候 一個人對生命開始放棄的時候 他的身心產生三種功德 第一個 入正定句 他對於整個佛法生界的堅持 那不可思議 叫道共界 就是這個人 一個人 開始放棄對身心世界的主宰的時候 這個人會不斷的進步 他不可能退步 就不退 為不退了 我們為什麼進進退退呢 因為你想要主宰人生 這個觀念害了你 你想主宰他 你就是招惹他 就是本來無異物 你自己要去惹誠愛吧 諸位 你要知道 不是業力來惹你 是你去惹業力 我也是解釋這個意思 所以弄得你很被動 所以你開始放棄人生主宰的時候 第一個 你的生命只有進步 沒有退步 入正定句 第二個 不斷惡道 雖然出國的聖人 他有無量無邊的罪業 還沒得果報 但是 這個罪業 已經沒有得果報的力量 因為他已經不在主宰人生的時候 他那個業力 已經功能被你破壞 沒辦法得果報 他這一輩子 從此以後到成佛 他的人生只有兩種情況 他如果不經歷 他不是做人 就是做天 兩種情況 他不斷惡道 第三個 輪迴將近 他從此以後 就算整天不做功課 他很自然的 所謂的七番往緩 他七次人間 七次天上 他人生只有十四次 一定會結束 最晚 就是這個船已經看到岸邊了 他不要去滑這個船 地心引力自然會把它吸到岸邊來 當然這個地方出國也有一些事情出現 我們看這個阿韓鏡上說 所以佑柏基督尊者 有一個弟子 在公修的時候經常不參加 那麼時間長了 佑柏基督尊者說 這不是辦法 就把他叫過來 你為什麼修止觀都不參加呢 他說報告師父 我真的出國了 我真的出國 我不管怎麼樣 但我十四世自然了勝托死 所以我也不著急 佑柏基督尊者說 好那你跟我來 我帶你去街上走一走 佑柏基督尊者帶他去街上看了說 你看這個人被五花大綁 準備要被殺頭 這個人真的出國了 他是他過去的罪業 因為他有罪業的罪 當然出國不可能犯罪 但是他被誣告 就犯了殺罪 那麼後來看完以後 他又到了一個鄉村的地方 看了一個小孩子在地上玩 身上斬滿了絨瘡 這個瘡上很多蟲咬他 然後這個小孩子也真的出國了 但是他的罪業還是在 他不斷惡道 但是他人世間還是有些苦惱的事 那麼他的弟子一看到以後嚇到了 回去以後就乖乖走找晚課 不過這個地方我們要說明一下 記者論說 一個人放棄生命主宰人 他的煩惱活動跟我們不太一樣 煩惱輕薄 就好像說 他的煩惱活動 他也有貪欲也有稱呼 但是他的煩惱 就像熱鍋上滴幾滴水一樣 他很快就能夠覺悟 不像我們一直想要掌控人生的人 當我們有這種主宰性的人 煩惱一活動 就特別的堅固 就是說你放棄了對三界的主宰以後 你的煩惱就輕薄了 很容易對峙了 因為我界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地方 那麼這個地方就是說 我們先斷我界的煩惱 然後再慢慢斷貪愛的習氣 看第二個 絲頭寒果 此營一來 斷異界六品施貨 宜三品再游論一生 二果呢 絲頭寒 翻成中文叫一來 他一來剛好是兩生 一次人間一次天上 一來天上一來人間 那麼他是斷了異界九品施貨 攤愛施貨就是攤愛的煩惱 九品裡面的六品 還有異界的三品 所以他還要來異界一生 看阿羅漢 阿羅漢的此營不來 他不再異界受勝了 不是說不來三界了 他異界已經不受勝了 因為他異界的愛取煩惱 完全斷鏡了 他對這種出眾的武藝的果報 已經不再攀岩了 他只是攀岩一種 維系的那種禪定的賞媚樂 所以他要禁斷上二界的八弟的施貨 但是他已經不來異界了 他是直接在禪定的 五不還天受生了 我們看我們在擺脫生死業力 有兩個重點 一個是挑剖愛取 對三界的貪愛 第二個是消滅我辭 這是一種主宰 但是我們看這個次第 佛陀是要你先放棄主宰 你要先放棄主宰 你才有辦法放棄你的貪愛 還是這樣子 主宰是根本 就像樹根本 你要把根本斬斷 這個樹葉才會枯萎 如果你只是 你只是調剖湯愛 但是你一直想主宰它 就像這個樹 你把它撿了以後 它沒多久又有春風吹又有生 放棄對人生的主宰 它是根本 你放棄了 你後面的攀岩就容易對峙了 因為它的根被斬斷 那麼放棄主宰當然它的方法 就是看到人生的真相 我們凡夫的顛倒有常樂我盡 但是我們為什麼會主宰它呢 最根本的就是常見 這是最嚴重的 因為我們一直會想說 我永遠會活在人世上 雖然我們看到很多朋友死掉 但是我們沒有一個人會得到教訓 雖然我們過去有很多次死亡的經驗 我們到現在也沒有得到教訓 每一個人在說博世界活著 他不會想到死亡這個問題 常見是最可怕的 這就是為什麼佛陀一開始切入 無常 先用無常切入 因為常見被你破壞以後 常樂我盡四種顛倒 我顛倒 敬顛倒 樂顛倒 他就很容易對峙了 這就是為什麼藏傳活教的喪師很強調 練死無常 這很關鍵 因為你 你老是認為你會活在人世間 你就想要開展你的主宰 你這個主宰性就會產生很多的妄想去攀岩 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說明 怎麼是主宰 說佛陀禪師有一天 他在河邊散步 他在河邊散步 散步的時候有一個婦人 少婦準備要跳河 佛陀禪師一過去這個漸步就把他給拉住了 拉住了說你怎麼那麼年輕想不開呢 這少婦說師父你不知道我沒法子活下去了 這怎麼回事呢 他說我結婚沒多久生一個小孩 生了小孩以後啊 這小孩生病死了 生病死了以後呢 我先生就責怪我 就跟我離婚了 所以我整個家庭破壞了 兒子也沒了 婚姻也沒了 佛陀禪師說 那你結婚結婚結多久了 他說我結婚結了三年 那佛陀禪師說你三年前是怎麼回事啊 我三年前很快樂啊 一個少女過得很快樂的生活啊 佛陀禪師說 那你現在的生活是活到三年前嘛 因為你三年前本來沒有這個先生嘛 也本來沒有這個子女嘛 所以你現在的一言是回到三年前的下茂而已嘛 但是這個少婦為什麼過不去呢 因為主宰 所以我們今生會面對很多的因緣 人生是有無窮的泡物線構成的 每一個因緣都是水泡 所以我們人生不是一個水泡 嚴格來說是很多很多的 就小時候是一個水泡 大概每十年換一個水泡 它是很多很多的水泡 但是每一個水泡一個因緣的時候 我們都想去主宰 人生的無常是一個正常情況 但是因為我們一種常見 我們認為這不正常 就是這個東西我得到以後撕掉是不正常的 其實這個是正常的 因為你在造業的時候 你在造業力也是岔樓岔樓生滅嘛 你造善的時候有一次造善嗎 也沒有嘛 你造一造停一停 造一造停一停嘛 然後在這中間再加大一點醉業嘛 所以我們得果報的時候 既然業力創造了果報 業力是生滅的 果報當然是生滅的 所以它整個條幅主宰的核心思想在無常觀 而無常觀最簡單的就是觀察死亡 你要不斷的告訴你 人生對你來說是一個暫時的過客 你把死亡放在你的心中的時候 你很容易放棄主宰 因為它是短暫的 我想你今天去旅遊的時候 你不會去管這個 里設裡面的擺設是怎麼回事吧 你不會說我要把這個裝潢一下不可能吧 但是你回到家的時候 你就想說這個房子要怎麼怎麼 你想主宰它 因為你認為這個房子是你的 你永久擁有的 但是你今天去旅行 做一個旅館的時候 你不會主宰它 你會隨眼 所以我們的問題點在常見 有了常見你就有主宰 有主宰你就會攀岩 然後就帶動的 無邊無際的生死約定出來 好我們再往下看 六究竟幾佛 六究竟幾佛 三成無學未也 一小成第四阿羅漢果 此含三義 一殺賊 二應貢 三無生 斷三戒見思俱盡 子福已斷 果福尚存 名有於涅槃 若灰生敏智 名無於涅槃 好的 那麼小成呢 他的目的在消除生死業力 那麼當然最重要目的是 成就阿羅漢的國位 那麼阿羅漢是一個印度化 歡城中文有三成意識 第一個殺賊 就是說他那個煩惱的活動 就像賊一樣破壞我們寂靜的功德 那麼這個時候阿羅漢 這種我空的智慧現前的時候 他所有攀岩心都不能動了 所以不是這個賊 這個煩惱賊被他破壞了 第二個 應貢 他安住在我空的那種 極盡的涅槃的境界 他看守人生福田 你要有因緣供養阿羅漢 那你是大福田 第三個 吳森 他已經沒有招感三戒生死的力量 諸位為什麼阿羅漢只叫吳森 而不是吳死 因為阿羅漢還有一次的死亡 他今生成就阿羅漢了 但是他還要面臨一次死亡 但是他不會再受神了 他的今生是他最後一生 就好像這個轉動的輪盤 這個電源被關掉了 他只有剩餘的轉動勢力了 所以阿羅漢真實的意思在吳森這兩個字 已經斷了三戒的見煩惱跟失禍 那麼這個地方有兩種情況 吳森有兩種情況 第一個此福已斷 果福尚存 明友誼涅槃 如果說這個人在此 就因地的見識貨被斷了 但是他的五印身心的果報還在 這叫友誼涅槃 什麼叫涅槃呢 就是說他內心當中已經有一種 極滅安穩的快樂出現 為什麼叫友誼呢 因為他的五印身心還在 叫友誼涅槃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在深淺的涅槃 這個阿羅漢他如果沒有入地 他可能也沒有什麼極淨快樂的感覺 但是他也不會痛苦 也不會憂傷 但是他一旦入地 那麼就是有一種極滅的快樂 叫深淺的涅槃 他有某種酬度的一種受用極滅的快樂 那我們再看他身後的涅槃 當他死了以後 壽命結束的時候 就進入灰身敏制 身體也不可得 那一念心也不可得 就進入一種完全斷滅的無印涅槃 阿羅漢死的時候 就用閃滅火把身體燒了 燒之前就說 我身已盡凡恨已利 所作皆作不受厚有 就進入完全 生也不可得 西也不可得的偏空涅槃 這阿羅漢的生前涅槃的情況 也有很多種 我們看阿羅漢 他有些阿羅漢 是非常福報很大 就是尊貴的 出生的阿羅漢 比方說 穆劍年尊者 社利伯尊者 大家社尊者 就是出生豪門的 那麼阿羅漢也有出現 悲賤種性的 他雖然震得阿羅漢 但是還是貧窮 當然他無所謂 他還是一切法不受 他對外界是完全截眼 他對六根給他的感受 他完全拒絕了 他只受用他來自於內心的 裂盆幾經的 但是從外表來看 阿羅漢也有福報的阿羅漢 跟沒有福報的阿羅漢 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說明 講一個阿羅漢的故事 說佛在世的時候 有一個龍王 龍王是有福報的 他在龍宮裡面享受武藝的快樂 但是作為龍王 他的生命有三種故事 第一個 鱗片有蟲 雖然他享受快樂 但是他的鱗片裡面有蟲 在定時間 會咬他的肉 讓他有痛苦 第二個 飛沙傷身 他如果離開龍宮到外地上的時候 他那個沙、石頭 也不小心跑到他的鱗片 也會使得他痛苦 當然更可怕的是第三個 就是這個金釋鳥的淡死 這個大鵬金釋鳥 他要去抓這個龍 那麼這個龍王這一天 他福報響進的時候 夜報要進的時候 就出現一隻大鵬金釋鳥 到大海去 大鵬金釋鳥 展開他的廣大的翅膀 就這麼一散 就把海水撥開來 他那個爪子就把這個龍王給抓到 飛到一個山頂 準備把這個龍王給吃掉 但這個龍王在三寶當中有善根 所以偉大的釋迦摩尼佛 他在三昧當中 咒三十、夜三十 觀察眾生哪一個善根該得度了 這個時候他發覺龍王 即將面臨死亡 是關鍵時刻了 這個時候如果起稱心 就墮落了 如果這個時候起正念 就超生了 因為有善根的人 他就容易度化 所以釋迦摩尼佛 就飛到這個龍王 要被吃的這個山頂的 另外一個山頂 就在那邊打坐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結家虎咒 放大光明 那麼龍王就從這個山頂 就遙望前面的佛陀 就起慚愧心 讚美佛陀 讚美佛陀的相好莊言 那讚美以後呢 他臨終的時候 會讚美三寶 也是一個臨終的正念 所以他後來呢 就變成一個 生長在一個悲賤果報的一個小孩 但是他有前身的襲擊 他這個龍王脾氣很大 貧窮又脾氣大 所以他父母就嫌棄他 稍微長大就把他趕出去了 趕出去以後呢 他做膝蓋 做膝蓋的時候 人家看到他也要討厭他 然後沒辦法 就跑到森林裡面去了 那個森林 野獸看到他 看他脾氣很大 也都趕快跑掉 那有一天晚上呢 他只好吃生果 他有一天晚上呢 這個樹神就出來講話說 我們整個森林 都不歡迎你就坐在這裡 你這個人脾氣稱心太重了 所以你這種脾氣 你應該去見佛陀 看看佛陀有沒有方法 叫他開導開導你 那麼這個小孩這麼一想 有道理啊 他就跑到金色去見佛陀 那麼一進去金色的時候 佛陀看到他講了一句話說 善來比丘 四個字 這個小孩子 虛法自若 加沙畢生 震得出國 震得出國以後 跟佛陀當然就跟佛陀出家 沒有多久就鎮到阿禄漢國 那麼弟子們就說 這個小孩是什麼善根呢 佛陀說 這個小孩 錢生 加瑟佛時代是一個講清說法的法師 那麼他因為講清說法 積極很大的資糧 但是因為迫切 所以他墮落到龍身 但是墮落龍身 善根沒有失掉 因為金生得度 所以赤德大師就講了一個聚頌說 六道之深層有戒至磁毀 見聞以文法有蹭至極緩 你的人生三界什麼時候結束 跟善根有關係 跟智慧有關係 但是你沒有結束人生之前 你是到天上還是到三二道 跟你的業力有關係 跟持界有關係 所以 智德大師一就是說 我們一方面持戒 批免到善惡道 一方面見佛文法保住我們的善根 這個才是對 所以說阿羅漢有很多種 有背一見的阿羅漢 有尊貴的阿羅漢 但是 你別忘了 他們的心中 都是安住在我空 他們對果報已經 一切把不受了 這就是阿羅漢的重點在於無聲 不管他還沒有入獵盤之前 是尊貴的婆羅門總性 或者是卑賤的差地利總性 重點是他已經贈得我空的真理 好我們再看第二個 忠誠的辟之佛 二 忠誠必知佛果 此人根性稍利 逆順觀察十二因緣 斷見私禍與羅漢同 更清息氣 故居身文上 那麼前面的小稱的阿羅漢是四地法 那麼中稱的是辟之佛 他是觀十二因緣 那麼這個人的智慧根性比較低 所以他能夠順利觀察十二因緣 順觀就是觀察生死的流轉門 無名言行 因為你想要主宰人生 所以你很自然就會造業 因為造業所以你就會去招感果報 乃至於生老病死 那麼逆觀就是無名滅則行滅 行滅則失滅 因為你放棄的主宰 你的業力就薄弱 業力就薄弱 你生老病死的力量就薄弱 就是逆觀 就是所謂的環面門 就是這樣觀察十二因緣 最後了生托死 我們看生文人跟言潔秤最大的差別 其實他們的共同點都是無償缺入 無償是整個生文言潔對人生的一個共同觀察 但是生文人他這個無償觀先繞到的苦地 然後再產生無我 因為生文人他的貪愛心重 他除了主宰以外他還想要去貪愛他 生文人的煩惱輕薄 他只是想主宰 他並沒有貪愛之心 所以這個地方就不一樣 就是說言潔秤的人是無償以後 直接棄入無我 他就不娶 自然就了 但是生文人不可以 生文人他無償 一定要經過苦地的這個過程 來調伏他的愛娶 他必須要告訴自己 追求感受的快樂是要付出代價的 那麼把這個感受的攀岩這樣降低 他才有辦法握入我空 所以這個 所以為什麼生文人立根呢 有兩個道理 這個人他的悟性高 第二個這個人煩惱輕薄 相對煩惱輕薄 天生煩惱輕薄 那麼他的結果呢 斷間是或與羅漢童 但是更親習際故績生文之上 他 當然斷間是或 這個結果是 正得我空這一塊是一樣 但是呢 阿羅漢他的我空觀 因為他的煩惱比較重 過激生煩惱栽培重 所以他煩惱斷了以後 他還有習氣 比方說爛多尊者 佛陀的堂弟 你看爛多尊者他成就阿羅漢以後 看到女眾也是上下打量 上下打量呢 其實就極顯說你一個比丘 你不守清規 就告到佛陀 佛陀說他是一個阿羅漢 他沒有這個心思 是習慣動作而已 所以他這個地方就是說呢 煩惱重啊 雖然斷了煩惱 還有習氣 就像杯子 裝酒裝酒呢 他把酒倒乾淨洗乾淨 還有酒味 但是聲聞人更親習氣 阿羅漢如燒木成炭 這個元潔症呢 如燒木成灰 當然菩薩是連灰也不可得 這個辟知佛跟阿羅漢有三點不同 我們把它做一個總結 第一個 他的智慧猛力 因為他的悟性高啊 他知道無常 他自己就能夠放棄主宰 直接切入無我 阿羅漢不可以 阿羅漢知道無常 還要知道痛苦 他才有辦法放棄 所以看得出來 這個元潔症的人智慧猛力 第二個 元潔症不設分果 聲聞症有出國二國三國四國 元潔症呢 要嘛你是凡夫 要嘛你就是元潔 他中間沒有 沒有所謂的初位二位三位四位 沒有這種差別的分果 你要嘛就是昨天是個凡夫 今天突然間變成元潔症 變成阿羅漢 變成這個元潔 他中間沒有分果 第三個 他既如神通 阿羅漢不一定有神通 有一種會解脫的阿羅漢 他沒有成就禪定 他是在一種很淺薄的味道地定 就正得我空了 所以這個阿羅漢 你問他什麼事他都不知道 元潔症一定有禪定 一定有神通 這個地方是不同的 好我們今天先上到這 好那麼今天的課程有沒有問題 好請說 師父吃悲請師父開示 我們都知道那個臨終的時候那個祝念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可是你臨終的時候 你也要看看你自己有沒有這個三更福的因緣 有的人臨終很多人祝念 有的人就沒有 而且來祝念的那個素質的也不一定是 大家都是很好的 所以我事前想後呢 就覺得還是靠自己了 所以我就把自己規劃一下 我請師父開始指點一下我這樣子行不行 那我想我差不多時間呢 我就盡量把我的萬元放下 好 那就所謂的萬元放下呢 就是包括遠離家親眷屬之類的 然後呢找一個清靜的地方 就隱居下了 也不是說閉關的 那就每天除了送經念佛 拜禪之外呢就是聽經文法了 那到臨終的時候呢 就靠念佛記來提起我這個念佛 那這樣子對於臨終的正念 是不是比較會有一定的保障呢 師父開始 你還是要有人幫你開導 因為我們很難開導自己 因為當局者迷 如果說你覺得你的問題在哪裡 你可以寫下來 但是你要找一個同餐道友 就是當你臨終的時候 把這個事啊 把你練一遍 就是說 你如果沒有人開導你啊 我們完全靠自己的力量 突破自己的妄想是非常難 因為當局者 當你陷入這個妄想的時候 如果有人開導你啊 那是比較好 所以我們有時候也要跟很多佛友保持 同餐道友保持互動 因為有時候你幫我一下 有時候我幫你一下 就是臨終的時候 你如果完全沒有人開導你啊 這件事情我覺得有一點懸啊 有一點不容易了 因為當你多了妄想的時候 你說我靠自己的力量 成為你的自己的功夫很強 但是如果有人在這個時候 適時的講出一些法語 對你的加持力那不可惜了 當然你可以把你自己要開導的話 你都可以講 都可以寫出來 但是要找一個人幫你練 如果沒有人幫你練 你完全靠你自己的力量 走過臨終可能會比較困難 一般人會比較困難 謝謝師傅 那師傅我還有一個問題 那我們都說要對阿彌陀佛有信心 然後一定要相信阿彌陀佛 他有這個本事 有這個能力 來到幫助我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可是有時候我覺得 聽了課以後 我覺得還是有一點conflict 就是有點矛盾 那如果我臨命中的時候 那一年我還是提不起正念的話 那阿彌陀佛也是沒辦法把我救走啊 那怎麼說呢 你不能這樣假想 你不能這樣想 你這個基本的信心就沒有了 就是說 你要相信妄想是希望的 對不對 而你今天的意佛念佛是真實的功德 彌陀的功德是真實的 說佛事卷 你把它想成美好 美好是你自己念造出來 那是一種假象 對不對 就是說 你要慢慢就是說 第一個 你要信他 對佛的有信心 第二個 信志 你對自己要有信心 你這個還沒有打仗 你就自己就 你就產生那個挫敗 就是說 當然 各位 我們看到生死業力 但是我們有優勢 因為他是希望的 這個身體最大的優勢 你如果說你沒有信心 你可以先修空觀 當然現在 藏教沒有空觀的傳 到了 到了通教的時候 你就有信心 一切法如夢如幻 本來就不存在的 是你自己把它捏造出來的 人生的事情都是你捏造出來的 就是說 什麼業障深重 也是你自己打話想打出來的 對啊 你不去招惹業力 業力會招惹你嗎 業力他沒有主動攻擊你的能力嘛 是不是 就是說 當然 從藏教的思考 他沒有空性的傳承 你會覺得有點困 但是你不要著急 你現在不要下定論 等到你嚴教的思想聽完了 你再來下定論 你回歸到一念信心 本來清淨 本來記住的時候 你的信心跟現在是完全不一樣 當然我們在學習佛法 事先從業力學起 業力 然後再妄想 最後都回歸到新一期 但是我覺得你現在不要太早下定論 因為你還沒有學完 謝謝師父 請說 師父慈悲 師父剛剛說業力沒有主動的攻擊權 弟子想知道那些天災人禍 根本就沒有經過我們第六一世的想像 已經發生了 我說的是來生啊 今生的業已經是成熟的業力了 我又說來生要去哪裡 你是有主 我們一般來說啊 今生啊 因為他的因果是 是隔代受爆 就是意志前世因啊 今生受者是 其實你今生受生的時候 你的業決定了 這個東西 也不是他主動攻擊 是你前生惹的 應該說你前生惹的 業今生來受果 是吧 但是來生 有無量的可能性啊 知道嗎 就是來生是可以 來生是可以取代的 但是你今生不可以取代 今生佛陀意思 要你任命放下 隨眼 你認為佛陀說改造命運是改造今生嗎 你認為 今生很難改造了 你說我要修一修 我要把女眾換成男生 不可能嘛 是吧 今生的改變很有限啊 所以佛陀意思要你放棄今生 把目標鎖定未來 所以我們修行人是活在未來 如果你想要改變今生 你的心思就放錯地方了 就是說 他已經是一個成熟的業力在釋放了 你不能跟業力跟他 站在對立面嘛 就是說你該怎麼樣 這樣你就認了 因為你前生已經把這個事決定了 佛陀意思就是說 一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一知來世果今生做者是 佛法講規劃人生啊 創造人生啊 諸位你看一看 全部都是在講來生的 佛法很少談今生的問題了 很少 即便是仁天秤 佛法的最低階的人天秤 他也是來生啊 哪一個人在改變今生的 只有凡夫了 凡夫就是眾生結果 菩薩未應眾生未果 我們現在把心思放錯了 我們每一個人都想要改變今生 眾生今生的結果 結果你死亡到來的時候 你什麼都沒有改變 你把你今生的體力浪費在一個錯誤的地方 這個果報體叫做夜報生嘛 它是一個已經成熟的業意嘛 佛陀意思就是說啊 這個防止起火了 我問你一個防止起火的 你是趕快去滅火 還是先把裡面的好東西搬出去 你覺得呢 啊 滅火啊 滅火的結果就是同歸於盡啊 不是滅火 你錯了 這個火你滅不掉了 你看法華經 三界五彎猶如火宅 就是說啊 你要做的事 趕快從今生當中創造一種力量 去改 創造一種資良 或者創造一種善根 去主導未來 你如果想要改變今生 你根本就不是佛教徒了 說實在 你連仁天聖都不如了 哪有 沒有一個佛弟子在改變今生 你告訴我哪一個五秤 仁天聖生 哪一秤是在改變今生 你告訴我哪一秤 有沒有有沒有這種傳承 沒有 改變來生 更高的是 規劃成佛 那是無量的 那還有 有些人連佈局不是不到來生 那是 那是無邊 無邊 無邊的三大二經節 你看聖道文寺 創偉業障經濟食糧 他每一天保持進步 他連來生都不設在規劃當中 他是直接射到成佛 我們進主中還不錯啊 我們是規劃到男生而已 先到淨土去啊 那淨土中更是 我今贊助說佛客 不久留年職會上人 淨土中是把自己當客人啊 你說哪一個客人會把 會把他當真呢 是吧 所以諸位 叫你不要去招惹業力士講 不要招惹來生的業力 今生的業力 你不管招不招惹 你已經定醒了 就這樣子啦 所以佛陀意思就是說 你把今生放棄 喚起來生的解脫 值得 我說實在 你不放棄 你最後還得放棄了 你不放棄的結果 就是同歸於盡了 你跟業力同歸於盡了 你跟業力同歸於盡了 然後你死亡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了 你如果把精神體力 用在金銀金身 你死亡到來的時候 你會受不了 因為你所有的付出 在死亡的時候 全部破壞 你會受不了 你那個時候 心中的挫折跟遺憾 非常厲害 如果說你今天 這個房子燒得這麼厲害 你用裡面的珍寶 去換取另外一棟房子 等這個房子毀滅的時候 你還有一棟房子住啊 諸位 所以你的心思不能放在今生 你臨終的時候 你會很慘的 當你不規劃來生的時候 那就有人幫你規劃了 那個人就是業力了 對啊 隨願流轉嘛 你不規劃 他把你規劃唄 那就碰運氣了 到底是哪一個業起現行 所以為什麼我們叫臨終教 隨念往生 用正念 就是 來生我說了算 我用一種正念 去引導我的來生的 淨土的業得果報 而不是隨業流轉 我們必須在死亡之前 在心中培養一種善根的練力 這個練力能夠啟動 往生的力量 更啟動阿彌陀的感應道教 不就待業往生嘛 我們業沒有消嘛 但是你怎麼樣呢 你可以讓業力在你的掌控當中 我們不能消除業力 但是你可以控制業力 把那個schedule由你來控制 我要先把我的淨土的業先調出來 到了淨土 你成就得不退轉 再回路縮伯 該怎麼樣都沒關係 你這個業力有本事 釋放業力 你那個時候內心有法生的功德 那不一樣了 佛為法王 以法自在 是吧 我們現在是沒辦法去抗拒業力 趕快先逃走 不是逃走啦 先求生到淨土去了 我不惹你啦 所以你就是說 反正 生命只有兩種情況 第一個要嘛你控制業力 第二個是業力控制你 有兩種情況 那你 理論上你是可以控制業力 理論上你是可以的 但是你放棄了 好 你放置的控制業力 最後就是業力的控制你 因為你又主動起來 你自己放棄了 你第六意識本來就可以去主導第八識 因為你得到人生 遇到佛法的道理 又知道正確的方法 結果你不去主導第八識 你最後就被第八識主導了 就是你自己放棄的主動權嘛 你把主動放在金銀金深嘛 就錯誤了 好 還沒有問題 我們臨中的往生有兩種力量 剛剛這個句子說 就是佛力 一個心意 你第一件事情先讓佛力獻錢 你不管怎麼樣 你的佛號要先獻錢 站在念佛的角度來修此觀 淨土中所有的修行 都是仰葬彌陀色受 就是你要讓你的本尊功德先獻錢 這是第一個原則 然後再用智慧 挑副煩惱 然後把它倒歸到軍土去 你要把你的心 從蘇佛世界把它叫回來 把它往軍土的方向跑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 不是不讓你攀岩 換個地方攀岩 蘇佛世界不值得你攀岩 因為它充滿地地雷 你要攀岩 你極樂世界的七宝石 八宝八宝德水 你照樣可以說說 享受快樂嘛 你換一種享受快樂的方式 不是很好嗎 一種無過世的快樂 是吧 進入中是轉嘛 轉世成世嘛 就是說 你必須要把你的 臨終的時候第一個 對蘇佛世界是要放棄的 對極樂世界是追求的 那麼這種心態 它配合戀佛就往生了 是這個意思 當然 林中的心態 跟你平常的栽培有關係 你平常就要慢慢的 往這個方向去努力 好 我們今天先上到這 向下文常附再來日回向